在女人當中其實有一件很大的事 經過了18年之後我再來看 我會覺得如果是現在的話 哇真的是很小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感覺就是 哇覺得眼前一片黑暗 對 那我就會覺得就是說 先讓自己好好的盡情的黑暗 已經到了谷底感覺 好像到了明天又更谷底 你覺得世界是因為那樣的事嗎 我覺得說沒有憂鬱當然是不可能的 所有相關的心理病我覺得我都得過 不管憂鬱啦或者是自閉啊 或者是那種精神官能症啊 或者是敏感啊 神經緊張 惶恐心悸啊 我覺得這些我全部都驚豔過 你知道我還去買了那個日本的書 叫完全自殺手冊 看過的時候呢有一種 反而有一種體悟就是說 對生命看得很開 然後會很珍惜每一天 很多人會問我說那那個害我的人怎麼辦 害我的人可能他有他自己不成熟的一面 他認為害我他會很高興 或者是說他生命會很順遂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不知道 對那雖然我們受害了 可是也要提醒自己不能一直都用受害的這種角度 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我現在還沒有這個勇氣 還提不起勇氣 親手去寫這一段歷史的心情的書 因為我覺得我還寫不出來 那以後說不定再過一些日子 我真的豁然開朗了 我覺得我不會想要人生換另外一個版本 因為我覺得我很珍惜現在的版本 因為經過了這樣的生命歷程 我已經註定是一個傳奇的生命 怎麼現在才看到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